188片《火海四啊》 自从那个妇人打完电话后 就没再做什么妖 只不过 她出现在陆英函前的视线多了起来 为了警惕她 陆英函也会一直盯着她看 但是她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只不过会偶尔扭头 跟陆轩瑶对视笑一下 傻傻的陆轩瑶 以为是阿姨跟她打招呼 也甜甜地笑了笑 回复这个妇人 但是陆英函的脸却已经黑了 陆轩瑶不明白 不代表她不明白 这个笑容 就像是盯着猎物一样 势在必得 陆英函更加警惕起来 但是妇人没有动手 就这样过了三天 然而就是这三天 陆轩瑶突然发烧 生起病来 家庭医生过来检查过 各种退烧药物也试过 但是烧就是退不下来 会不会是她以前的老毛病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要去医院检查了 毕竟家里的气泄不完全 何叔跟陆熊讨论着 讨论的同时看向陆英函 想征求她的意见 你们去医院没关系 我会跟着一起去的 见对方会一起去 夫妻俩稍微放心了一点 那我们就先去派人准备病房 刘小姐稍等 陆熊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习惯 叫陆英函为刘小姐 这种亲生女儿 在自己面前 还要叫她其他姓氏 要是放以前 她肯定会不满 但是现在 她不敢 也没资格不满 众人离开陆轩瑶的房间 只剩陆英函在那里 门口的妇人 看着还站着的陆英函 犯男的皱了皱眉头 那个小小姐 每天吃自己家料的饭 所以现在倒下了 但是这个姑娘 每天三餐 都是外边的人固定送过来的 所以现在没什么事情 难道 真的要用那个男的 说的方法来吗 纠结了一番 最终她还是退下 敲门声从陆轩瑶的房门响起 陆英函马上转身 以为陆家人 已经派人坐好 带走陆轩瑶 但当她开门的那一刻 一阵剧痛 让她愣在原地 她睁大眼睛看向了来人 正是那个笑得温和的妇人 小姐 别怪我啊 猛地拔出在她肚子上的小刀 剧痛让陆英函 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在她要还手的时候 妇人一下拿起旁边的小陶瓷器 砸向陆英函的脑袋 让她晕倒过去 陆轩 瑶 奥 奋力地睁着眼睛 想看她 但是奈何不可抗力 最终闭上了眼睛 可等她再一次醒来 确实被呛醒的 滚滚的黑烟 还有灼热的滚烫 让陆英函稍微清醒了很多 楼下传来了阵阵枪声 还有人们打斗的声音 陆英函摇着脑袋 让自己清醒 就在她起来的瞬间 肚子上的痛传遍 她身体上的所有神经 她张大嘴巴 死死地僵住身体 让这疼痛不这么地夸张 陆英函 小孩 远远的 好像在外边有人 在喊自己 而且是阿诚的声音 呵 这是死前的幻听吗 陆英函咬紧牙关 忍着疼 低吼着从地上起来 脖子上轻轻抱起 铜红一片 牙齿死死地咬着 不让自己叫出声 这时她才有时间看清周围 熊熊的大火 几乎断绝了她的退路 但是陆英函 还是用脚痛苦揣开房门 这时不逃 何时才逃 凭着最后的力气 她走向楼下 客厅里 赫然坐着那个妇人 她神情呆滞地 看着这个大火烧穿的别墅 陆英函的眼神瞬间通红 通天的怒气 让她似乎感受不到疼 快速来到她身边 你 该死 妇人似乎是没想到陆英函还活着 看着她捂住伤口的样子 她嘲讽地笑了笑 原来没死啊 陆轩瑶呢 哼 就因为她 她好死不死 竟然醒过来 大叫着 逃走 要是不被发现 我家人也可以不用死 他们也不会过来 放火烧了这个家 现在好了 要死就一起死 妇人突然发疯 大声地嘶吼着喊叫着 滚烫的黑烟 让她剧烈地咳嗽 肺里面一片灼热的痛 这也是你旧游自取 你做坏事 报应自然会在你身上 说 陆轩瑶在呢 不然 我现在就让你生不如死 陆英函现在很努力地 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妇人也不装了 摆烂一样的 四肢软啪啪地在地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她逃到这个家的角落里 我找不到 陆英函看着周边 还有一些庸人的尸体在旁边 应该是在陆轩瑶逃出来 他们为了阻止妇人 所以上前阻止 陆英函狠狠地瞪了一眼 但是时间紧迫 她没时间管她 让她一个人 在这自生自灭 赶紧寻找着陆家大宅里 所有的房子 看看陆轩瑶跑到哪里去了 滚滚的烟 还有打斗声枪击声 让这片区域的人们 人心惶惶 连夜跑到更远的地方 而陆家人此刻 却是惨白着脸 看着这个被大火吞噬的别墅 摇 摇摇 阴阴 和叔两眼一番 哭着晕过去 脑袋晕晕乎乎的 悲伤过度 她感觉连呼吸都困难 他们被安排在安全的地方 被人保护着 但是里面两个女儿 却在受着极大的痛苦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我们陆家女儿 会这么苦这么难 苍天啊 和叔痛哭流涕 双手合十向天祈求着 嘴里念念有词 其他人的脸色 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陆月的呼吸 已经开始加速了 上一世对陆英寒的愧疚 还没结束 现在又来吗 她抿紧嘴唇 让自己不这么的心跳加速 这种名为害怕的情绪 嗨嗨 陆英寒找遍了所有房间 都没有找到陆轩摇 手中的毛巾还在滴着水 她开始有点头晕了 突然 她看着脚下的木地板 脑海一闪而过熟悉的地板 那里 那里好像还没去过 拖着疲惫的身躯 陆英寒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走向她记忆中的房间 这里黑烟没那么大 但是火也不敢攻卫 陆英寒顶着灼热 来到这个 她住了两年的仓库房 用力踢开房门 陆英寒的心落了下来 陆轩摇 189章 你会记住我吗 陆轩摇 陆英寒看着在仓库房内 昏倒在地的陆轩摇 心里稍微放松了下来 她捂住自己的伤口 赶紧上前 想要扶起陆轩摇 往外走 姐 嗨嗨 姐姐 迷糊中 晕倒的陆轩摇 听到了陆英寒在呼叫自己 吃力地睁开眼睛 但是滚烫的热度 还有时不时过来的黑烟 让她狂渴不止 陆轩摇还混沌的脑袋 瞬间清明 不 不 黑烟呛的陆轩摇 说不出话来 但是她的眼睛 急切地看着陆英寒 祈求她不要过来 艰难地支撑起自己的身子 她要让自己起来 陆轩 别过来 起身后 陆轩摇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 她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朝陆英寒吼去 陆轩摇 陆英寒的呼吸 已经开始急促起来 眼皮子也开始有点沉 她咬紧牙关 让自己清醒 陆轩摇 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正当陆英寒要过来的时候 陆轩摇再一次大声喊起 别过来 你过来 我就从窗户这里跳下去 这里是二楼仓库 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地方 如果是陆英寒 她跳下去 还可以缓冲一下 不会受太多的伤 但是陆轩摇不行 就她这小身板 必一定会出事 陆英寒不理解 为什么陆轩摇 为什么突然会这么激动 就在陆英寒还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 仓库房的吊灯 伴随着已经烧毁的木质玻璃门 轰然碎裂掉地 有了空气流通进来 风让货事又忘了起来 啊 看来时间快到了 但是 这一次姐姐没有过来 陆轩摇心里 是又放心又害怕 没事的 就算姐姐过来 自己也有方法 送她离开这里 姐姐 你能最后听我说几句吗 最后 你在说什么 陆轩摇 陆英寒的鸡皮疙瘩 已经开始遍布全身了 浑身的疲惫也随之消失 情绪激动的她 现在只想着 如何救出这一条人命 姐姐 你还是那么善良 明明 因为我 被家里人抛弃 但是你依旧一个人活下来 就算病死 也坚持活了下来 但是 你还是会在我不舒服的时候 给我拿药 顺着我的背 这几天 陆轩摇也不是没有咳嗽过 但是陆英寒都会熟练地 拿出她的药 让她去吸 可每次这个举动 都会让陆轩摇纠结无比 最终她还是选择 不告诉陆英寒 弄见大火的事情 她要悄无声息地承担这一切 那是我应该做的 你不要多想 陆英寒让自己冷静 想着办法 让陆轩摇听话过来 过了一秒 陆轩摇深呼吸了一口气 她颤抖着声音 说出一句话来 姐姐 我累了 这五个字 让陆英寒的心 直接凉一半 眼神犀利地 看着这个瘦骨临寻的小姑娘 脸上的疲惫 还有驼背后出来的脊椎骨 让陆英寒 噎住了话语 我 我知道 我对姐姐你做的事情 是永远弥补不了的 不止我 家里的所有人 都没有办法弥补你 我看着你风餐露宿 看着你被孤儿院的人欺负 但是我只能袖手旁观 每次 每次梦醒来 我无数的祈求 你能原谅我 能跟我和好如初 但是每一次见面 你的眼神依旧冰冷 我知道没有办法跟姐姐 你回到以前 可是 可是我 陆萱瑶的眼泪 不断地从她的眼睛里流下 也许知道 只有这一次机会 所以 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意 她眼神恳切地看着陆英寒 哭着说道 可就算姐姐 你如此讨厌我 我还是依旧 如此地喜欢你 她肆无忌惮地哭出了声 像是在发泄 这十几年来 自己所承受的一切 陆英寒的心意阵颤抖 她听完后 咬紧牙关 突然抬头 陆英寒不管不顾上前 陆萱瑶盯着陆英寒的举动 退向窗边 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臂之遥时 陆萱瑶突然上前 抓住陆英寒的手 在她手里塞了一个东西 还有一张折叠好的纸 姐姐 你会记住我吗 什么 陆英寒没明白 陆萱瑶现在是什么意思 伤口处传来剧痛 没等她站稳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 她的眼泪没来由地流出 不受控制地往窗户那看去 只看见自己的身体 已经从窗户处脱离 正往下掉 陆萱瑶的后背 已经全部都是被烧伤的痕迹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哼出一声疼 陆萱瑶 姐姐 对不起 陆萱瑶流着眼泪 说完这句话 在两人对视的一瞬间 她突然扯起自己的嘴角 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脸 然后 看着她被火海吞噬 姐姐 我累了 这个家也好 我自己也好 我永远是给人带来麻烦的一个 我的体弱多病 让家里人忙得团团转 我的不懂事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的胆小懦弱 让所有人都可以上来说我几句 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因为我 终究要依靠家里的人生存 我没有资格反驳 这一事 如果没了我 你会不会更加幸福一点 如果我梦得再早一点 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离开陆家 我们一家人 可以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呢 真希望下一世 我可以投到一个普通的家庭 贫穷也好 只要我们互相相爱 陆萱涵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 她看着那肆无忌惮的火 手指抽了一下 这才想起来 她颤抖地张开双手 入眼的 是小时候 她从自己那里拿走的发卡 虽然有些地方 已经被烧焦了 发卡上面有一朵云 小云朵 上面有个小笑脸 这么多地方被烧焦 唯独这朵云 还好好的留着 捏了捏烧焦的地方 还有黏腻的血迹 陆营涵突然哭了 她突然想起来 自己在小的时候说过 她就是因为喜欢这朵云 所以才会这么喜欢这个发卡的 190章 从未忘记不 手中还有一张被折叠得很厚的纸 陆营涵大口呼吸着 让自己的脑袋清醒 纸张被拆开 赫然出现两张写满了自己的纸 是陆萱瑶的字节 刘小姐 请原谅我的任性 还想称呼你为姐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 很抱歉 因为我的各种原因 又让你回来家里 做着保护我的工作 给你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自我梦到姐姐之前的生活后 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 我每天晚上 都会在睡觉前 幻想我跟你和好 一起吃蛋糕 一起玩的画面 也想过我应该如何做 你才能原谅我 但是我想了想 如果是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我可能也不会原谅 所以我放弃了 十年前的那天晚上 我没有睡 但是因为妈妈说不让我出去 所以我只能在房间门口看 看你就这么离开家里 那时候还小 以为你会马上回来 但是后面才知道 你是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 他们确实对姐姐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也没有资格替他们说话 所以姐姐 我现在就替他们向你道歉 姐姐 你还记得这几天 我一直跟你说的 这世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遗忘吗 其实这几天 我跟你聊天 也是用尽了我所有的勇气 跟你搭话 今天 这封信在你的手上 那么代表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其实是不想麻烦姐姐的 但是我就一个愿望 每年这个时候 希望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们 都可以过来 给我送一朵小厨局 如果可以 你 滑掉 没什么 姐姐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但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 说这么多 姐姐 希望你在这一世 可以幸福地生活着 我将用尽我的所有 祝你一世无忧 接下来的 就是他写给陆家其他人的 短短一张 写满了对家里所有人的嘱托 还有需要做的事情 陆英寒哭出声 他把纸放在草地上 头哭得弯腰哭着 也不管腰上的伤口的疼痛 手紧紧地抓着草 陆英寒现在的头疼越来越弱 直到最后消失 陆轩瑶真的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 陆英寒的眼神 阴沉跪在草地上 要不是那伤口 还会一阵阵地发疼 他可能就会一直跪在这里 攥紧手中的发卡 他冷着眼神 起身走向大门口 打斗的声音已经消失很久 剩下的就是队员们压制住 激进发狂的谢成盛 放开我 我未婚妻在里面 放开我 疯了 都已经二次爆炸了 你进去就是去送死啊 谢成盛的眼眶 已经开始泛红了 一旁的陆家人 惊讶地看着此人 未婚妻 不会是陆英寒吧 阿诚 混乱的场面 突然被陆英寒这一声 完全制止住 所有人的视线看向声援处 谢成盛马上反应过来 爬起来向陆英寒跑去 小韩 我带你去治疗 看见陆英寒身上的伤 还有腰处的血 谢成盛已经快要心疼疯了 果然是你 我说 怎么这么熟悉 陆英寒看着眼泪快要出来的谢成盛 微笑着回答着 随后 他冷眼地看向一旁的陆家人 哟 小姐 瑶瑶呢 我家瑶瑶呢 陆英寒的后槽牙咬紧 随手向他们耍出一张纸 那是陆轩瑶单独给他们一家人写的 你们满足了吗 现在这样 还有惨白的脸 陆英寒闭上了双眼 晕了过去 昏迷前 他听到了谢成盛的声音 还有那群人的呼喊 但是他已经不想再去听了 之后 就陷入沉沉的睡眠中 我就说 我就说 不让英英过去 你看看 爸 您别急 英英现在一切都好 会马上醒过来的 老子在乎这个 你家闺女肚子上开了洞你不急 身边吵闹的声音 让陆英寒悠悠转醒 一直在一旁观察的女主人们 看到陆英寒颤抖的睫毛 激动地拍着自家老公的背 让他们不要说话 就连谢老爷子 也闭上了嘴巴 来到陆英寒身边 紧张地看着他 啊 沙哑的声音 就连陆英寒都觉得有点奇妙 喝水喝水 一堆人听到陆英寒的声音后 醍醐灌顶 马上清醒 团团转地 找着干净的茶杯跟吸管 音音啊 疼吗 还有 这 这 谢老爷子满脸忧愁地看着陆英寒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口 目光直接看向他的腰 那里的伤口最深 天知道自己得知这个消息后 谢老爷子 差点直接杀到他大儿子那一边 为他是问 爷爷 伯母 疼痛的痛感 也开始慢慢向陆英寒袭来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让自己适应这种疼痛 大家也平住呼吸 不敢打扰他 爷爷 陆轩瑶呢 谢老爷子 见陆英寒一醒来 就问陆轩瑶的事情 遗憾的摇摇脑袋 我已经知小来龙去脉了 他的遗书还有一份在你这里 但是我们没有动 这是他给你的 我们要遵循你的意见 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但绝对不是好的 爷爷 那个发卡呢 这里 谢老爷子小心地从抽屉里面拿出 已经被洗干净了 但是还有一点烧焦的残留 陆英寒接过发卡 心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但是眼眶逐渐湿润 爷爷 我任务失败了 傻孩子 谢老爷子听到陆英寒这句话 他心疼无以言表 接下来如果音音要受罚 他会处理的 周围的谢家人们 也心疼地看着这个小姑娘 亲眼看着人 在自己面前去世 心情都会不好受 这个 谢红阳最有发言权了 对了 爷爷 阿诚呢 啊 这个臭小子 小诚他是想来看你的 但是他好像违反了一些纪律 现在来不了 谢老爷子语气轻轻地跟着陆英寒说着 怕他失落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陆英寒 没事 我理解的 他好像也受了一点伤 没事吗 没事 我们已经看过了 他已经处理过了 没有什么大伤口 所以你不用担心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你 你的伤势最重的 谢老爷子伸出双手 轻轻地抚摸着陆英寒 没有什么血色的脸 心疼地说着 陆英寒刚醒来 现在还处于迷糊的状态 所以在得知谢承胜现在没什么事 所以又闭上了双眼 沉沉地睡过去 谢家的人都闭上了嘴巴 看着又沉睡过去的陆英寒 心疼地看着他的小脸蛋 行了 该干嘛去干嘛去 不要打扰他休息 谢老爷子看着病房的其他人 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吧 让我留下照顾音音吧 王萌萌已经哭的眼睛 跟鼻子红成一片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很多 他的手冰凉无比 走到陆英寒的床边 就是不离开 妈 音音呢 怎么样了 刚从剧组回来的谢北 因为一直跑 他的脖子脸通红 满脸的担忧 刚进病房门 就被谢老爷子用手捂住了嘴巴 别吵 音音睡着了 谢北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来到王萌萌身边 看到脸色苍白无比 身上都是大大小小伤口的陆英寒 他憋住自己的气 不让自己哭出声 心疼得有点不知所措 只能再仔细地 给陆英寒整理他的被子 这边陆英寒在病房休息着 另一边搜查队 找到了陆轩瑶的尸体 小小的一个蜷缩在那里 似乎是想忍受巨大的痛苦 浑身焦黑 这个景象 直接让何叔哭到晕倒 只剩下陆家的男子们 在处理后事 等陆英寒醒来 就听到外边的吵闹声 有爷爷的声音 也有自己这段时间 经常听到的声音 嗯 音音 守在陆英寒身边的王萌萌 马上上前 担忧地看着他 音音 还难受吗 我给你倒点水 陆英寒被王萌萌扶起身 喝了酒口水 人稍微好受了一点 三伯母 外面怎么这么吵 哎 陆家的人过来看你 我们说你在休养 还在睡觉 他们就在门口等着 你不醒就不走 陆英寒的拳头稍微攥紧 思索了一会儿 他虚弱着嗓音 跟王萌萌说道 三伯母 你让他们进来吧 我有话要说 音音 那你注意点 吃不消你就叫我们 我们就在外面 许是陆家人在外边待着 陆英寒的脑袋 开始有点疼起来 但是没有那么的剧烈疼痛 王萌萌尊重陆英寒的选择 他出去 叫了陆家人进来 顿时 走廊外边一片安静 陆英寒躺在床上 疲惫地闭上眼睛 听着进来的脚步声 脑袋的疼痛 开始尖锐起来 音音 开口的是何叔 他已经哭哑了嗓子 陆轩摇得死 还有陆英寒被人刺伤 这两件事情 让这个女人 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力气 整个人苍老无比 不止他 还有一旁的陆熊也是 就连那三位保养都不错的儿子们 都开始变得有点邋遢 眼睛底下全是黑眼圈 见陆英寒如此虚弱 他们噎住了猴头 原来谢家的人没有撒谎 陆英寒真的没有好 陆夫人 请教我刘小姐 陆英寒才 不管他们怎么样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陆轩摇去世了 才过来在自己面前找存在吗 我直说了 我看到陆轩摇 给你们留下来的遗书 他也给了我一份 你们应该知道 他不是逃不出 而是他自己不想出来 陆英寒的话 把陆家人这几天 刚修建好的心理建设 给损得体无完肤 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也不想承认 一旦认清 说明他们就是 间接害死陆轩摇的凶手 陆英寒看着他们表情 厌恶地皱了皱眉 啊 果然还是陆家 人都死了 还是不愿意反思自己 就像自己上一世离开后 他们甚至都忘记 有自己这个存在一样 死性不改 你们今天来看我 只不过是来给你们 自己心中那点良知安慰一下而已 但是我花放这儿 你们陆家今后不要接近 我一分一毫 如果有人还要上来 我不介意把你们做的事情 都发布在大众眼前 这是我最后的警告 还有 陆氏集团的那股份 给我撤走 不撤我就去捐慈善 算是给我自己积德 陆轩摇已经死了 他说 要你们每年都去给他送出局 到时候 别可笑地忘记这件事情 陆英寒拼命地压制 自己心中的怒火 不让自己激动到大喊大叫 失去理智 盈盈 对不起 对不起 陆英寒平淡地警告 还有那厌恶冰冷的眼神 让陆家人激进崩溃 不需要太多废话了 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接下来 陆英寒的神情就没有变过 也不管他们说了什么 陆家人也只好回去 回去后 他们把给陆英寒的那40%的股份 给撤了回来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在走廊外一直等着的谢家人 全部涌进来 盈盈 你没事吗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有没有受委屈 受了委屈 跟三伯父说 我们帮你出气 两者之间的差别 让陆英寒的心一阵抽痛 他抿紧嘴唇 摇摇脑袋 爷爷 我毕业后 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好好 没问题 爷爷尊重你的选择 大学这边 你要是担心自己考不上 爷爷帮你说 陆英寒轻声笑了出来 谢谢爷爷 不过没关系 我会靠自己 读我自己喜欢的 陆英寒的脑海 已经开始在思考 接下来的日子了 日子慢慢地过去 陆轩摇的葬礼 也如期照办 期间陆英寒没有任何的表情 每天回到家 就是疯狂地刷题 还有学习 整个人安安静静地 让谢家人都有点担心 直到高考结束 陆英寒看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这才松了一口气 首都航天科技大学 这个着实让谢家人也吓了一跳 但随之而来的是 巨大的自豪感 但是 当他们问陆英寒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只是笑了笑 姐姐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去天上看看 为什么星星这么亮 看起来真漂亮 陆英寒抓紧手中的白云发卡 没关系 有朝一日 我会带你去看天上 最亮最美的那颗星星